有这么一款蛋糕 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尤其是对我们女性特别友好 可是我就一直把它忽略了 这个小纸杯 我估计买回来快一年了 今天我一定要给它安排上 做法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有很多宝宝反应做出来长不高 而且组织比较粗糙 今天我就来帮大家避避坑 准备80克的枣肉 剪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锅里面 放70克的红糖 60克的纯牛奶 开小火给它煮烂 等到红枣充分的把牛奶吸收进去 再移到这个大的锅里碗里面给它放羊 凉了差不多了 准备6个鸡蛋 今天是全蛋打发 先低速搅匀 再转高速打发 打发的这一步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 可以一个手转动着我们的打蛋盆 一定要把它全部打发均匀了 打到提起打蛋器 挂八字 三秒内不会消失的一个状态 这一步的话一定要打发到位 不然即使你加了泡打粉 最后这个蛋糕也很难长起来 我打了大约有八分钟 然后再把粉类分两次过筛进来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筛子 感觉还不错 切半给它翻过来 不然容易消泡 轻柔一点 把剩余的粉类加进来 全部筛干净就可以了 继续用切拌的方法 现在这个面糊的状态特别好 已经没有干粉了 接着再把玉米油加进来 再继续给它拌匀 非常的细腻 挤到方形的这个纸杯里 变白芝麻 红枣 拿去烤了 拿去烤了 好香呀 你们看 给它来震一下热气 每一个都好饱满 先给它拿出来放凉 趁热的来拆一个 倒出来 好柔软 拌开之后 内部组织也特别特别松软 满满的红枣香 而且这个组织非常的细腻 就不需要再减糖了 甜度我觉得刚刚好 适合小朋友来吃 妈妈有口味吗 没有妈妈这是掰出来的 我没有用嘴吃 我吃 谢谢妈妈 吃一口看好不好吃 好吃吗 好吃 没有厨师机的宝宝 用手揉来做面包 真的一点点也不难 你们看我今天做的奶香 蹄子小餐包 我没有用过一下厨师机 那么重点来了 怎样才能徒手揉出手套吗 我今天把它分成四步 想吃面包又没有厨师机的宝宝 千万别错过 倒400克的高筋面粉 50克糖先给它们拌匀 然后中间给它挖出一个坑 打一个全蛋 240克的纯牛腩 40克淡奶油 4克的辣高糖酵母 先用一个瓜片给它们先拌匀 把它们全部混合到没有干粉 第一步用搓衣服的方式 不停地揉搓我们的面团 直到面团不拧手套和揉面垫 我大约搓了已经有7分钟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就是摔打这个面团 摔面是出筋最快 而且最方便 最重要的是特别省力 大约摔打个三分钟 这个时候的面团 看起来就比较光滑了 但是拉开面团还是开裂 说明严整性还是很差 那现在我们进行第三步 就是让它自然松弛个20分钟 对了这个时候的面团温度也很重要 最好不要超过20度 松弛好了 切一块看一下 已经可以拉出这种厚膜了 是不是很神奇 刚才一点点膜都没有 然后把面团撑开 再把软化好的黄油平铺上去 然后把我们的面团抓匀 进行我们第四步 用一个刮刀切拌我们的面团 一是为了释放面团的紧张 第二是能让黄油分布的更加均匀 好切好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揉搓到一起 再来给它切拌一次 之后还是重复之前的手法 先像搓衣服一样给它搓匀 再来摔打一遍 也就三四分钟的时间 面团就会非常光滑了 送食个五分钟 这个时候的面团 延展性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说手揉也没有那么难 你看 已经完全出这种手套膜了 我中间放了一点葡萄干 然后给它卷起来 把它切一下 让它分布得更加的均匀一点 再稍微摔打几下 给它团圆了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第一次发酵 2月28度 醒发一个小时左右 醒发好的面团 手指按压会有回弹性 冲心长轻轻在里面先扑拍器 发酵好的面团其实是很香的 香不香 好香 上次有宝问我说 为什么它发酵过后会有一股酸味 就像那种酵母味 其实发酵过度的话 也会出现那种味道 分成16个小剂子 进行第一次预诊形 给它团圆 每一个大约50克 继续松弛20分钟 松弛好之后 每一个里面加上5克的黄油 一定不要省略哦 加了黄油之后的面包非常好吃 输口处给它捏紧 底部刷上一点蜂蜜水 给它来做一个脆底 做法我打在屏幕上了 烘烤的时候黄油会渗出来 底部特别的焦脆 阿发35度 大约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次醒发好之后 表面给它刷上一层牛奶 上火160下火220 烤20分钟左右 底部剩的黄油 给它刷到表面上 这个状态的面包我太喜欢了 尤其这个脆脆的底 看看这个柔软度啊 我给它裂成一团 今天夹的这块黄油 真的是一个点睛之笔 你们也赶紧做起来哦 以后就不用自己出去买了 一定要这样子给它密封起来 不然风干了会变硬 一人一个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别抢 十一怎么读的 十二呢 好 想你一个 妈妈 还far